這個單元我們來看的主題是 人們唱歌的聲音有什麼樣的頻譜特徵呢? 好,我先來聽一下這個音檔 這個音檔是我唱多的聲音所錄製下來 也進行了頻譜分析跟視頻圖的分析 因為我錄製的裝置它的有效頻寬只有到7000Hz 所以這邊只顯示能到7000Hz的頻寬上 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個實景圖裡面的圖示 上面這個圖示是時間與原始的波形訊號 可以看到看起來像是一個飛機訊號 那2的這張圖呢,這是時間域的響度圖 也就是說0到7000Hz它所貢獻的響度 那可以看到這個響度約有大概2dB的變動效率 那第三個圖呢,是左邊這個叫聲音的頻譜圖 那可以看到0到7000它的聲音頻譜的分佈 那第4的這張圖呢,是叫實頻譜 X則是時間域 Y則是頻頻譜 那當然也可以看到對應的 紅色比較高的圖示 還有比較高的聲音的貢獻度 那如果我們放大來看它這個頻度圖 在2500到4000左右 這邊對應下來大概是150dB 那跟前面這邊的超過180dB 像它2、30dB以上 所以這邊可以斷定 主要貢獻的聲音頻譜 會較高的其實是在0到1200左右 好,那接下來因為看起來這個聲音的發聲頻率 知道0到5000是不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就放大這0到5000赫子的這個頻頻 再做一次分析 那同樣這個音量呢 我們就從放大0到5000赫子來看 就可以似乎明顯看到有這些倍頻頻的效率 那甚至2500到3000之多 這邊也是有這種倍頻頻的效率 那同時看時間域的聲音響度 看起來似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這邊隱瞰的原因就是說 5000赫子這邊所貢獻的聲音的8小聲 那跟到7000其實是至於 那其實我們從這邊也觀察到 7000到5000以上 它的量子確實是比較小的 好,那接著我們更有興趣 再放大頻率到0到1200赫子來看 那這時候看到 由視頻圖可以看到 這個背景效率是很清楚的 那從頻譜圖就可以看到 很明顯它的基因頻率 那我們解圖出來它的基因頻率呢 好,就剛好是130.8 那130.820就是剛好是7.3 就是高的音階的標準頻率 好,那同時我們從視頻圖也可以觀察到 你這個高的聲音呢 它已經是這種倍頻率的效率 那當然頻率越高 那當然頻率越高 似乎它的響度會比較小的趨勢 那我們再對應聽一下這個聲音 所以這個聲音就是透過 如果視頻圖跟頻度分析 可以了解這個聲音的特徵 好,那在時間域的響度 我們剛剛說了 似乎從0到1000赫子對響度的貢獻 其實跟5000跟7000其實是相同的 所以到這裡我們大概可以推斷 這個聲音呢 主要的貢獻的響度 其實在0到1200赫子 好,那我們知道 從過去我們談的聲音有三大特徵 第二特徵就是音量 就是聲音的頻率 我們這邊有觀察到這個基因頻率 那響度呢 就是聲音的大小聲 從底下 第二張圖這裡面就是 響度的聲音壓力未準 那這就是代表聲音的響度 那音色呢 就是聲音的頻率率層 我們可以從0到7000 0到5000 0到1200赫子 都可以看到它的頻率的徒程 特別是頻率的徒程 似乎是有這種對頻率的效率 那聲音有沒有其他特徵呢 有的 像在時間域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波動 像響度的大小 也是有這種波動的現象 那甚至也有這種衰減的現象 那在頻率域有沒有波動現象呢 似乎在這聲音呢 基因看起來比較沒有波動 但是它在這個泛音頻率呢 似乎都有稍微的波動 那有些音似乎就有這些衰減的現象 好 那統合來說呢 這個聲音 音準來說 剛好是130.8 那跟C3的基因標準頻率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這個聲音的音準 是剛好非常多的基因頻率 那在響度來說呢 那我們從響度的準確來看 它是有 似乎有那麼衰減的現象 變化在2Vb左右 那事實上在2Vb的聲音大小呢 對人耳的聽感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實際上聽起來好像聲音大小而已 但是如果透過分析就會知道 它的聲音是響度是有些微的變化 那第三個角度看就是音色 那當然這是我個人唱多的聲音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我的聲音的音色 所以我們能夠辨別出不同人唱的聲音 其實就是每個人的音色不同 所以我們就能夠辨別出不同人的唱歌的聲音 好 這個根源我們再看是說 人們唱歌的聲音有什麼樣的評估特徵 希望大家可以從音準、響度、音色三個角度 來看這個人們唱歌的聲音 好這個單人就介紹到這裡